我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 叫万发扬 英文名字叫Jason 今年来Hort已经第14年了 第14年了 同事这个仓库 之间和技术支持的管理工作 今年43了 说说你的背景 进入Hort之前 我从事了五年的社会技术支持工作 2009年进入了Hort 同事负责全国的社会技术工作 中间随下了Hort的各种机型的大修 维修不好升级 直到2018年 转入到整车管理 时间大修 包括旧支持的工作 一直到现在 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团队 随着中国业务的增长 我这边的工作主要分为三大块 第一块是这个期间 整车管理工作 包括设备的出入库 其中有这个发射前 发射后 SMI PDB工作 这块主要由我的同事 张磊来护责 从Hort 2006年加入 在中国开战业务以来 到现在已经16年 很多早前卖的失败 已经进入维修升级的阶段了 基于这个客户对我们主义厂家的信任 以及对我们专业度的认可 从去年以来 我们这个维修业务的量 主战增加 这块也主要由我的同事 台湾杜 来负责 就支持由我这边负责 主要有三块工作 第一个呢 第三是这个老旧机型的零纳担任处理 第二是这个远程支持 一线工程师的现场维修 还有这个作为我们460坚强后盾 第三块呢 是这个负责工厂 各工厂之间的技术交流 最自豪的一件事 最自豪的一件事是 从2009年 进入公司以来 一直从事的是一线维修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 积累了大量的维修经验 去年 我们公司收了两台旧车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翻新 这个设两台H12027间 然后翻新很成功 销售到这个台湾市场 后会很好 很满意 我觉得这是为公司 开辟了一个旧车销售的新渠道 这是我最近感觉最自豪的一件事情 最有纪念的一件事 最有纪念的一件事是 2019年我来公司 10周年的时候 集团领导亲自为我颁发了 10周年的贡献奖杯 这是公司对我的肯定和鼓舞 感谢公司给我这样的一个平台 来学习和发展 在接下来的时间 我会和奥特中国一起进步 一起发展 那是大家一起的 我们再来聊 感谢观看